事業、學業、就業、創業和置業 其實是牽涉不同局和不同範疇 所以我們需要制定藍圖 藍圖裏面有不同局的工作範疇 而我們負責協調 亦確保這些範疇工作措施可以落實 亦可以落實後幫助年輕人 所以現在正在做一個和其他局協調溝通 讓他們將不同的政策放在藍圖裏面 其實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 這個藍圖可以有一個藍圖 大家看到整個整體 知道這個政府為青年人在做什麼 以及會做什麼 令到市民明白 更加重要令到青年人明白 政府在為他們做事 照顧